前面這段我會先切掉大概一公分 把這個有傷口的部分切掉 用刀子在綠竹筍上輕輕的切片 進行糖度測試 9號5.9 還有利用儀器測試柔嫩度 重量外觀都是評分的關鍵 工民的技術管理技術 你踩車有踩車的技術 然後管理對產品的品質會有很大的差異 因為疫情停辦兩年的綠竹筍評鑑 今年恢復舉行 總計有30位農友參賽 雖然前陣子雨水多 不過農友都很細心照顧 甜度比以往還好 好像有比較雨水比較多 今年昨天比較大隻 昨天有比較大隻 那價格會賣比較好 我沒有上價 所以我價錢都是固定的 都差不多 你的選領比較比較好 這個天氣比較好 那時候火水比較高 今年歷史上比英國的年紀更漂亮 經過各項評分 結果出爐 老農友李天才和子女都參加了比賽 女兒李立芳獲得第一名特等獎 李天才則獲得第三名頭等獎 媳婦藤秀傑獲得第四名一等獎 一家人就報回三個大獎 我有去外面上課 然後農愛廠也有問 然後這個也有跟外面的這個 綠竹筍達人 我也有跟他稍微學一下這樣 有事就請教 所以會把比較跟冠型的農法有一些差別 對 然後不管在土壤方面改進 還有耕作的方式 我都做一些不一樣的做法 基隆其實是一個很特別的地區 因為他就等於是有山 然後就是在海邊的這個狀態 那其實我們可以看到 雖然我們都希望綠竹筍 其實他都是要有一定的彎度 要有一定的這個色澤 那其實在這個基隆這一邊呢 我們可以看到他的顏色其實又都更深 其實而且支數也都比較 就是那個體積也都比較大 所以其實是對消費者來講 是一個很有吸引力的這個產品 那其實那個綠竹筍像這樣子的這個口感呢 我們也都是希望他是很要嫩要鮮 所以其實大家都會很強調他這個鮮度 所以其實這個 我們也希望藉由這樣的這個 瓶建的這個活動 可以提升我們這邊的這些品質 讓這個農友就更注重我們這個品質的分級 然後我們整個的生產 那希望讓這個消費者可以享受更多 這個好吃的這個綠竹筍 基隆綠竹筍在重面積約有150公頃 品質穩定在市場價格相當平穩 綠竹筍生產期是每年的5月到9月 想吃上青的綠竹筍現在就是時候 記者黃紹明金融報導